請右撿 那你只要把代修的小家電送到這個地點 我們會做這個檢疫的維修 辦理這個活動當然一方面服務市民 一方面讓市民節省荷包的開銷 大家來響應這個資源利用 這個垃圾減量及生活減碳的三重目標 原則上一周去繞一趟 市府環保局在寶芝林及清淨園區 都有設立家電診所 這一年多下來推動成效不錯 也養成了民眾愛物習物的觀念 現在下鄉來服務也只著收 50元公本費及部分的零件費用 如果毀壞不嚴重就能立即維修 最快當天就能取件 快是一天以內 如果是遇到他的零件 沒有辦法取得要早的話 可能要等到他的零件取得的時候 才可以幫他 所以時間上我沒有辦法說 去確定說一定拿幾天 所以民眾可以先丟著說 然後下午再來拿嗎 都可以啊 但是基本上是我們會去通知他 好了才會來領券這樣子 考量到民眾周車勞頓不便 環保局事辦下鄉服務 尤其是在夏天期間電風扇使用率高 損壞率也高 有人訂時訂點幫忙修復 不用花大錢 就能讓小家店有新生命 這樣資源永續利用的觀念 也盼民眾多多推廣 聯軍台中採訪報導 8月1日 1日